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今次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堂洋 以及加拿大的家餐生 各位朋友好 今次回来又找到家餐生 来讲讲目前在北美发生的事情 现在在北美最为人注意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大选 现在来美国大选都只剩下两个多星期 现在正确是18天 我这边是今天数的18天 看来现在的变化真是可谓政治一天都严长 想不到特朗普的声势现在如日方钟 没多久之前还害怕 还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比起贺锦丽 好像在差一段跌,跌了一点,声势没那么好 没支持,想不到 只隔了一会儿 现在特朗普追过何锦丽一段 在数据里面呢 就是来自一家的博彩公司 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赔率是 远远低于何锦丽 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是大热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大约在三日前 何锦丽就接受了对家霍氏电视台的访问 为什么要接受霍氏电视台访问呢? 这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了 霍氏电视台一向是属于共和党的电台 但是为什么他要接受那些呢? 最大宣传机器 嗯,没错 很多人就说 何锦丽就想抢共和党温和派的票 因为譬如说他那个切尼 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 那一派人其实就不是那么喜欢特朗普 他就想上霍氏电视 就吸了他们那帮人 挂光他们那帮人的票 就是告诉他们 我不是真的那么阻挡的 但问题就是 因为今次去完霍氏电视台 做完一对一尊访访 反而恐怕就是流失更加多的票 那才是真可憐的嘛 是的 我也看过一部分的 我也看到何锦丽的表现 哇,真是惨不忍睹啊 不过你来说一说吧 说一下究竟在访问之中说了什么 那位霍氏电视台派出那位主持 也是他们电台的资深的政治主持来的 他的名字叫做Brett Bair 中文译他做拜议 他是自1998年就加入这个电台的了 一向都是专注于政治新闻领域 也都采访过多名的美国前总统 中国国务卿以及一系列的政府高官的 同时他这位主持 也都出过多本的政治的书籍 在做这个专访里面是经验丰富的 而同时他也都不是那些说 很尖酸黑薄啊 针锋相对那种的主持人 是属于四平八稳的 那照道理应该就 不会说特别针对何锦丽 但是我看过那个专访 何锦丽的表现实在 真是惨不忍睹了 那说回那个专访 一开始主持就问他 他就问何锦丽 你们那个竞选承诺 叫做打开新的一页 但是明明你已经是 执政了三年多了 接着何锦丽怎么回答呢 他是更正他 应该是打开十年来新的一页 接着何锦丽就说 特朗普分裂国家 然后就说了一堆废话出来 如果说计十年 即是由奥巴马年代计起 对啊 没错 就是过去十年 奥巴马第二任期计起 就是说你奥巴马 先走了分裂国家 是不是这么说 对啊 所以这个就一开始炒 炒车炒得很金 为什么他会说十年呢 我是想不明白的 还是他才有说呢 说到底特朗普 做一届而已 是他上任拜登之前 他做了四年而已 但为什么他会说到十年呢 就是2016年到2020年之间 做四年而已 他说到十年了 是不是乱说二十四呢 是不是紧张呢 通常他有一件事是整天傻笑 傻笑其中一件事 可能他是人切 就想说自己是一个 宽乐的 充满希望的 一个这样的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 是太平盛世那时候 你就宽乐而已 现在给人感觉是 要面对挑战 那你整个这样的形象 让人觉得你行不行的 轻浮会不会呢 我自己看起来 都觉得他有点轻浮 好像不是说 很尊重 还有给人的感觉 表现就是 好像准备不足 为什么会说十年 我就不明白了 不过不要紧 接着主持拜尔就问 但是你已经是 超过79%的美国人 认为国家 走错了路了 而且 你和拜登 两个一起 执政了 三年半之后 得出这个结果的 现在你说要 要翻开新的一页 但是你执政了 三年多了 那何锦丽又怎么回答呢 他就说 特朗普现在参选了 你文不对题 你这么说 因为人家是问你 为你这三年执政 但是可以说 我是拜登的副手 其实你唯有 四个锅给拜登 拜登这个老懵懂 我信不过他 不过我会配合他 这样才可以的嘛 其实从头到尾 他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跟拜登不同 拜登是废财 但是他选了我 我基于政治道德 我是帮他 但是我帮不下 所以我去踢他下来 你说过你这么狠毒 我相信他是可以的 但是他无端端又帮他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召唤了 听到他这样说 特朗普参选 你正在执政中的 执政中的 有什么呢 对啊 没错了 然后主持也问他 他就说 你正在执政中的 对啊 接着我 何锦丽怎么回答呢 他就这样说 你和我都知道 他在谈什么的 哈哈哈哈 我都召唤了 我看到这里 他想说什么 何锦丽 你想谈什么呢 没错了 接着主持拜议就问 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谈什么呢 大件事 来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有些冷场 大家都不知道 在说什么 他在回避 他在回避的话题 没错了 现在大件事 接着主持就问了 我估计过去三年半以来 今届的政府 就放了很多 非法移民来我们这个国家 接着何锦丽又怎么回答呢 拜耳卿 我们讲重点吧 重点就是 我们的移民制度已经崩溃 要修复的了 哈哈 别人问你放了多少非法移民来 那你说已经叫修复 即是你不知道那个数字 他不知道 好像也不多你一样 而且你老实说 是没可能知道有多少非法移民进来 说明说的 非法就是没有统计 没有统计我怎么知道呢 老鼠捐进来 你怎么知道呢 统计不了 你可以说其实是很多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那明明已经可以了 真是麻烦了 不过他也承认一点 就是移民制度出现崩溃 要修复 那主持也问他了 你这个政府 在今届拜登这个政府 是一上场就停止了特朗普政府所设立 90多项的边境政策 何锦利你后不后悔呢 但是何锦利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之后主持就问他了 你说伊朗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你又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 然后何锦利又怎么回答呢 他就说 不如我们看看特朗普做过什么 为什么又要达到特朗普呢 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我看过一段 就是他说要参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他被这个女人不停噴他的往迹 就是说他是砌人生猪肉 搞到很多人要坐牢等等 很多他在任做检察官 加州做检察官的人的劣迹 他都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回答不了 人们说这是他的灾难 就是他的灾难 但是幸好是跟着拜登的意思 但是很多人说要避免他面对同一样东西 其实他面对这个拜议的时候 可能让他想起过一幕让那个退手不停噴他 他不懂得回答 但是一个这么普通的问题 你直接回答就行了 但是他也回答不了 他是没有准备 还是刻意回避呢 我觉得他是没有准备 我觉得他是有准备 准备就是无时无刻 就是说川普是一个坏人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因为川普是一个坏人 因为川普是一个坏人 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有理据才可以的 还有你主持人问你的 你答非所问 或者问非所答 你可以说放松伊朗的制裁是因为 要引诱他不知道做些什么 要是说你就这样硬对伊朗是没有一丢的 但是无论如何允论他都允论不了 这些事情 现在一获足 因为阿针其实是在大选辩论的时候 已经指出 因为你们贺锦丽和拜登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 令到伊朗可以为所欲为 这样说 因为你们是最弱的总统 你是最差的副总统 其实这个拜议是把这个点再拿出来的 我都认为他是最差的副总统 这么多个 真是很差 连普通一个中学生那种访谈的应有的态度 都好像拿不到出来 不过不要紧 接着主持也向他说了几个有关非法移民 在美国做案的案件是杀害了一些美国公民的 甚至乎在访问期间也播放了一些受害者家属 怎样骂拜登政府的一些视频 接着主持也问了何锦丽 你是否应该要对这些受害者家人 给予道歉他们呢 何锦丽就这么回答 他就承认这些是悲剧来的 接着之后他又拿回特朗普出来说 批评特朗普阻止了两党边境安全法案 所以就导致这些事件发生了 这样也行 没什么好说 他可以说我们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 是比特朗普好 所以搞成这样 但是他没有纯粹这种直接的 推卸责任的方式 说是特朗普 是特朗普中落的和根 是特朗普中落的和根 不过我们拜登是延续的 所以是这样 就等于特朗普那时候 叫伊拉克撤军 拜登成了这个苦杯 他可以直接说 但是他没有说 没办法 但是事实上 你执政了三年多 你执政了三年多 你可以推 你不可以推 他推不了 是推不了 没错 他在这个访谈 举人感觉到 他仍然是拜登的妹子 那就糟了 他打不了大旗 最惨就是 这个大获 之后 何錦麗也指责 特朗普他人又老 精神状态又不多 甚至说他这么大年纪 都不适合做总统 对不对 然后主持也反问他 你和拜登两个 经常都见面的 那你什么时候 开始注意到 拜登有老年痴呆的现象呢 那很糟糕了 何錦麗就 轻了机 来到这个位置 轻了机 轻了机 没有回答 不得主持再追问 你三年来 每个礼拜 都至少见到拜登一次 你之前不刷过的吗 是吗 是呀 唯有承认了他 承认了他 可以说 头两年都没什么 但是 自从他说要选之后 他不行了 你可以直接说 很多东西你可以直接说 他不行就不行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他怎么回答呢 这个是 美国人反而更加担心 特朗普的健康状况 又是卸博 不能卸卸的 又反对特朗普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其实他不停地提特朗普 不行 但是人家要针对的是 你再任这三年 做一些坏事 你办事不力 这三年 你是应该怎么扶起责任 其实你应该要说 有什么就脱锅给拜登 因为拜登老糊涂 但是我身为副总统 我是要有政治道德的 是不是 是啊 但是我最后是决定 终于你这个美国的选民 所以我站出来 如果他会这么说就好很多 但是他不是 他就常常拉着特朗普来说 如果人家主持在问你 拜登的健康不是那么好 年纪又大嘛 你说特朗普干什么呢 又是答非所问的 是的 但可以说拜登是不行的 但是我信任他的能力 但是到最后他不行 所以我们经过一番讨论 他决定给我 因为他信任我 他已经可以了 他不想得罪人 他经常都不想得罪人 你不得罪人你怎么做呀 大佬 就是很多人是认为 就是选择特朗普 平民选择特朗普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是一个有backbone的人 他不怕得罪人 是一个真汉子 是 是 被人怎么骂他都不害怕 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男人是喜欢他的 这个是真的 是的 你看这个Harris 如果照你说到现在 他是怕得罪人 他是很怕 是 所以只能够不停地抓 川普下水 特朗普下来就这么说了 但是这个回答是 真的炒车炒得很禁 我认为是 是 同一点的就是 我相信 赫金利的团队 他都很清楚的 他是没有直接跟特朗普斗 但是就只能够 就是惨到只能够 拿这个理由 就是特朗普的年纪太大了 还有呢 他也都要求 特朗普要出示 这个健康报告 他在访问的时候 也有这么说的 叫特朗普拿一份健康报告出来看看 不过之后呢 主持 也都播放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呢 就揭露了 拜登政府 和 赫金利过往的一些言论 他是支持 会用纳税人的钱 是囚犯 提供这个 变性手术 当主持 播出这条广告之后呢 赫金利就这样回应 很有趣的 他竟然就说 特朗普在这条 做这条广告的时候 花了太多太多钱了 又是这样 没有腰骨 没有那种锐利 没有那种承担 自己说过的东西 又不回应 承认的嘛 你没得不承认的嘛 所以就 这次的访问呢 就足以显得他 炒车真是炒得很金 做完这个访问之后呢 赫金利那个 在那个 赌局里面 就变得更加之难 特朗普呢 声势现在可以说又去到新的高峰一样 赔率是大热的 现在特朗普变成了 因为这个访问实在太可怕了 表现实在太差太差 在面对主持这么为尖锐的问题 他就屡次将问题的重点 卸责给特朗普 甚至乎 特朗普叶了 赖共和党的入 来到转移话题 是多次这样 左顾右派这样 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就是这件事情 表现得最差最差 其实有些分析就是说他做了这个访问之后 未正式统计 但是现在是感觉到 在传统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人 原本就是支持拜登 因为他是男人 男人 我只是说 但是现在 因为他这个访问做得太差 很多黑人的男性 西班牙裔的男性认为 这个女人是不行的 其实这帮人是大男人的 本身是对一个女人骑着 他已经不高兴了 但是你现在还要表现出自己是这么 顾左右而然趴 不敢正面去对抗 这个压力 什么都怪特朗普 就被人觉得你这个女人没有腰骨 真是一个妹仔 我们由他 何锦麗和川普两个 唯一一次议论 那时候已经是说 他的目的就是要 告诉别人 我不是拜登的妹仔 拜登其实 他说要退下来之后 不应该整天出来说话 但是他到现在都有时候 比如说搞风灾 他忍不住出来说话 去福利达又忍不住出来说话 被人感觉 奥巴马也出来说话 被人感觉这个女人是扶不起的 他是拜登奥巴马的妹仔 这个我想是他原本 他为人 和他个人的能力问题 他根本是没有能力 担得起这枝大旗的 而只不过现在 根据这个政治伦理 和民主党 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所以他才 才要背这枝大旗 选总统而已 你看他那个表现 根本是 瘋得不合格的 就是不能够 是不合格的 之后 访问完之后 那位主持拜议 都特别透露一点 他自己这么说的 在采访期间 赫锦尼有三名助手 在旁边指挥着他 不断用手势示意 有什么可以回答 有什么问题 就不可以说 原来多次是打断 因为这样 到最后就搞到这场访问 是提前20分钟就结束了 那个访问就是 很不完整 还有 可以看到 赫锦尼 这个人真是不会说话的 这个人是 是 他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不停地说 抹黑川普 但是对于 其实最尖键的问题 就是你这三年 你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的政绩是比较差 你怎样面对呢 他是不敢回答 不懂得回答 所以是 炒车炒得很严重 这次做完这个访问之后 那么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很棒 当然有这么搞笑的东西 在X平台 就是前身推特 在X平台上 亦都转发了 这一则的 完整的访问 还说这个就是 他们新鲜出路的竞选广告 这就大麻烦了 真的 仰衰到震了 来到这里 我真的又再一次肯定 特朗普 这次十拿九稳了 我相信下个月就准备 有看到特朗普再做总统了 我仍然是 十拿九稳很难说 你觉得没有 破锦丽所做的事是 犯了和希拉尼同一样的错误 是太过信主流传媒 但是 特朗普所做的事就是 真是走入群众 不停地走入群众 不停地周围去地区说话 而且他的应变能力 真是很高的 那次被人变得到耳朵之后 反应是很 反应 而不是掩着头走 这下真的让人感觉他是个铁汉 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喜欢铁汉子的 他是一个风流的 高大的铁汉 其实这个是他的人切 他亦都不停地 观彻他的人切 是吧 无论那些 亲民主党的媒体怎样 讲衰他 抹黑他 又说他 那次 被暗杀之后 就说他有些精神问题 说话有些愿无伦次 但其实没有人 相信他 还有你看他 过往 我是指 被暗杀之后的 出席一些的 选票拉选举活动 他仍然都是对答如流 看不出有些什么 在精神上有些什么变化 而另外一个关键我认为就是 获得马斯克的支持 而马斯克真的是 撑得他很尽 很行 甚至乎他亲自自己 落场 帮特朗普继续 自己去帮特朗普拉票 而賀锦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获得马斯克有个Taylor Swift 一个女歌星 来支持他 但是他有没有帮过他拉票 Taylor Swift没有 他说起Taylor Swift上来 不想着上来 我们加拿大做多伦多开演唱会 赚钱 当然啦 做这些好过啦 这些是赚真银唱歌 对啦 不要牵涉这么多这些 而且支持Taylor Swift 很多都是年轻 我分分钟票都不记得去投票 支持赫锦丽但不记得去投票 是未够称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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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很多手头族的年轻 是觉得赫锦丽是一个笑话 我看过一些人去访问 支持他那些 是说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年轻 有些年轻人走去共和党那里说话 有一批年轻人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 其实最重要是 拜登上来之后的社会经济不好 那些人觉得不好 他们就会认为 你华盛顿不单只是民主党 而是共和党 那些传统那些人 是有问题 漠视我们的民生 每天都讲政治正确 你想想黑悟空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其中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讲政治正确 霸佔了 你连打机的人都要讲政治正确 别人争论 行不行 而且阿琛有件事 他自己在搞加密币 他提过 如果我上任 我会让加密币正当化 有多少人拿着 整首那些叫 比特币 有整首加密币等着他升 等着你承认加密币 你一说承认可以升价十倍手上的加密币 可以每个人变亿万富翁 正啊 想想到那里爽 真的啊 真的啊 虽然阿琛现在搞他的加密币 说没有人买而已 但当他做了总统 就是人都买的 这个真的 马斯克也有的 因为狗狗币 狗狗币也升了不少 是的 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 多难赚钱 是的 因为COVID 不要说COVID 很多人是很难赚钱 资源被你帮人霸了 我们低下阶层 你们博士民生 每天就说LGBTQ 每天就说Women Right 谁理得我吃饭的问题 你拜登跳了多少票 有多少 你拜登原本就说 减免大学学费 到最后就一指空说 各国家做不到 我现在要整个加密币 买了一个发达梦 就等着特朗普上来 你拜登上来我肯定没有运行 为什么我不投特朗普 给我也投 但是我没有钱买加密币 如果不是 大家现在被买两手了 是啊 真的买好就可以了 是啊 走一转也好啊 我觉得 是啊 知识了 你不信什么 特朗普自己也有当加密币 你信不信他不会搞 我相信他一定会搞 他当然会搞 有钱怎样赚 有什么所谓 他们的团队都要赚钱 说真的 有很多小孩不喜欢特朗普 是坏了 但是他说加密币 我会成亿百负空 每亿万都有百万 买低一层楼 我认为很多人都买了加密币 他有些apps 现在说你每天在这里 挖一次就会有加密币给你 有 你用Telegram Telegram就有很多加密币的游戏 可以转成USDT USDT是美金的稳定币 转成美金的稳定币 你又可以再从USDT转成美金 就是这样玩的 很多人就要挖一些新币 挖一些钱 为什么不做 是啊 多大都要 所以加密币是一件很大的生意 本身就是 是的 所以我也相信 特朗普的气势 慢慢上升就是这样的 但是来到十拿九稳 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十拿九稳 特朗普 所以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特朗普上台之后 有什么 好老素 有什么可以 赚到钱的投资 就研究定了 现在 我不敢说我这么确实 因为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他 他上来加拿大 就会有点麻烦 我感情上接受不了 不过理性上就告诉我 看来他也是可以的 是的 我也认为是 这个人是很恨的 中国说得很坏 是的 我才恨他 我都认为 李正常这个人 都是胜算很高 对不对 是 没办法 这个是美国的财数 没错 他的气数 是这样的 嗯 好 那今集说到这里为之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